欸欸欸 白痴啊白痴啊 若白痴啊 白痴啊 當海花 塞海花 我覺得最理想的狀態就是 以後我絕對不會回答 任何感情的問題 這樣人生多美好 這樣才能夠 那你沒看過 好耶 十而久違的吳克群 帶新歌跟大家見面 強迫每一家麥克風聽 今天很OK 還好吧你 那今天很OK嗎 今天很OK 看到你們很OK 但是聽到你們接下來問的問題 就可能不太OK 喔 還記得吳克群前女友陳宇安 在2019年交往時期 中秋節朋友聚會時 倒在周宇天懷裡 不能免俗問問怎麼回事 跟人家都成雙成對 你會想說約一些 自己喜歡的朋友一起 哎呀 記者幡然悔悟 開始問音樂了 那有特別寫給你什麼 前任的歌嗎 就是感情的歌嗎 嗯 我們不要在意 啊 其實我知道你們都要問感情 對不對 可是因為只要怎麼問你 這些東西 都是會被亂寫的 像跟前任的 都還是很OK的 但是呢 就是多說了 就會越來越負擔 你會不會以後感情 就轉地下棋 因為你知道就一直 會 還沒問完就這樣很想好啊 我覺得最理想的狀態就是 以後我絕對不會回答 任何感情的問題 這樣人生多美 這樣才能夠 那你會以後 好啊 那你會不會以後感情 你會不會以後感情 哎呦 一直被打斷 話題竟然被帶向身材好 被歌迷吃豆腐 偶爾啦 偶爾會有幾個人 歌迷一直在摸耶 那有沒有在我 然後你轉過去的時候 看到兩個男生現在看著 腹肌下面的東西 你有被偷逃過嗎 喔沒有啦 沒有 有一次群演的時候跳水 對 跳水我覺得他們都還好 他們就是抓屁股 但是不太會摸好 現在我去表演 都把台下的歌迷當家人 對 家人偷摸你一下 你沒有什麼 你不會覺得怎麼樣 怎麼又斷了 那談談身心靈好了 有多的問題 那個就是一個焦慮的 最初期的 沒有不會完全好的 你損失了 你已經損失了 小時候的我啊 你們問我什麼 我一定會回答的 我也不敢跟你說不 當我回答你們所有問題 很誠實回答了之後 結果受傷的一個 其實不像我自己的人 所以我現在懂得 不要就不要 不要就不要 像小孩子在裡面跳舞 想當作有點難 對 很難再訪下去了 三立娛樂新聞 今天是我參加過最棒的 最OK的一次記者會了 問完句點 拜拜 報導